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托马角色攻略 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好兄弟托马的攻略 托马四星枪系辅助 主要辅助能力有两点,护盾和挂火 本期视频将带大家详细的了解托马的护盾和挂火机制 以及如何方便快速的经营双扩散 无需行踪满面,也无需记理剑 声明做得不易,还请大家投币关注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感谢你们 好,我们先看一下托马的技能 普通攻击,非常的帅 但是呢,伤害不高 砍速的时候也很快 三下平A就可以搞定 固有天赋 在到期钓鱼的时候呢,有概率额外多钓一条 而且托马不需要进队就可以 突破属性是攻击力 迪奥娜看了瓷户内行 异技能,烈烧又命之瓷户 空中匹刹,造成火炎素伤害 这个火伤是弱火 动作看似和行踪的意义差不多 但是还是有区别了 托马是把枪插在地上作为支点 然后用腿去提出的这个火伤 而行踪虽然也是腾空 但是行踪两次损伤都是单手剑砍出来的伤害 打小宝的时候呢 这一脚也是可以提到他的眼睛的 非常的帅 然后会生成一个火炎素护盾 听没提到怪都可以产生护盾 持续8秒,CD15秒 这个叫烈火又命护盾 有很多同学呢 不是很理解托马的护嫩机制 看到异技能 尤其是Q技能的描述就很迷 还不知道他到底有几种护盾 其实那托马就这一种护盾 烈火又命护盾 我们也继续往下讲 看完就明白了 异技能踢这一脚的护嫩值 比如你异技能是8级3万血 那么这个盾值是4750 因为是火盾 所以对火元素有250%的吸入效果 注意不是额外多了2.5倍 而是盾值乘以2.5 也就是比原来多了1.5倍 所有的元素盾都是这个道理 不要理解错了 托马的这个盾不同于钟离的盾 它是先有的盾后出现的伤害 所以以后如果遇到炸药桶 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提爆他了 然后释放的瞬间 会给自己挂一瞬间的火 也是和醒修类似 不过呢没什么用 因为他毕竟是后台角色 不像心炎 心炎开盾会给自己挂火 而且切人也会给被切的角色挂火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消除一些负面buff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他说的护盾剩余值 会在刷新护盾的时候叠加 并刷新持续使剑 而且这个叠加有一个上限 也就是说托马的这个盾是可以叠加的 那么怎么叠加呢 很明显武器里面没有记忆枪 托马的E技能也做不到无碎地 那么这时候就要用到托马的Q技能 Q技能 真红吃火之大铠 把枪举起来在头顶转一圈 然后形成一个小范围的圆形火伤 这个火伤是抢火 然后身上会有两个铠甲一样的特效 注意这个不是盾 在两个铠甲只是说明 你现在处于托马的大招时间内 仅此而已 不要误以为这是盾了 然后在大招期间 角色普通攻击后 会在角色的脚下 造成一个往前卖联的范围火伤 叫火崩破 距离大概是这么长 这个火伤是弱火 这个伤害呢也有1秒的cd 并不是说每次普攻都可以触发 然后这个火附着 最少3秒触发一次 如果你平A供速慢了 那么有可能挂火赤足变少 那么有聪明同学会想到 用托马大招的火来辅助主c打征服反应 好那我来看一下到底行不行 既然托马挂火 那么也就是可以辅助水c和冰水 首先我来看辅助水费 因为水本来就比火高一级 托马最快3秒上也是弱火 相邻的高频挂火都不能辅助公子 更别说托马 所以辅助水c行不通 再来看冰水 神力不用考虑 托马的火在神力的大招面前 真的是太渺小 继续强求只会反向打工 再来看甘雨 甘雨蓄力不属于普攻 所以如果你想打融化呢 甘雨必须A一下 然后再驱离射 大家看在挂朗火之后呢 甘雨的一二段都打出了融化 这是因为冰在火面前第一级 必须两次落冰 才能消除托马的一次落火 所以看似可行 但是呢不能离怪太远 不然托马的火打不到怪 那既然都不能远离怪了 那我们不如用相邻了 这样甘雨还不用平A 就可以一直打出融化 接下来我们讲他的盾 我再强调一次 大家记住托马只有一个盾 叫猎烧用命护盾 也就是这个红球 再两个铠甲不是盾 铠甲只是说明 你现在处于托马的大招时间内 我们只放大招 然后A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出现的这个护盾 和异技能的护盾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盾值不一样 但是只要你用普攻 触发崩火破 那么你这个盾值 就会一直往上叠加 最多不超过益技能里面的这条 所以我们可以把大招理解为 就是用来叠护盾的一个技能 举个例子 我先开E 此时我的盾量是5000 然后我开大 A了一下 A的这一下呢 直接去看天赋的这一条 比如说是加1000吧 那么我现在盾值 就是5000加1000等于6000 而且盾的持续时间8秒也刷新 托马拿固有天赋 有一个忽盾强效的提升 也就是 最多提供25%的忽盾强效 开E就有一成 然后A4是即可点满五成 所以这个固有天赋还是不错的 但是注意这个忽盾强效 也是加在你当前的93面板 如果你换人 这个人是没有的 再切回去还是有的 我们假设托马3万血 一技能等级10几 叠满盾值差不多15000 比同样的血量的棕铃盾硬 但是注意 棕铃的基础生命值很高 托马3万血的那套生命物 如果呆在棕铃身上 那棕铃就是4万血以上 何况棕铃还有全元素 150%的吸数效果 即使托马常驻 多25%的吸数效果 也是比棕铃的盾值差一点了 除非是缓氧素伤害 所以就普遍理论性而言 最强的盾还是棕铃 不过托马Q刷新护盾这个机制 即使你的盾破了 你再A一下又有护盾了 所以你一般是不会被怪打断的 你打空气 一样是可以生成盾和叠盾 这样你在应对巨大伤害之前 原地平A叠盾 来准备挨打即可 关于盾的持余时间 结论就是 只要你托马充能够 这个盾就一直不会消失 大家看 赢命就可以 我们看一下命之座 一命受到伤害时 一盒Q的CD都会减少3秒 二命大招时间延长3秒 让循环更加清通 四命放完大招恢复15点原生能量 大招展得更快 六命给普攻重击下落 提供一个增伤效果 所以托马的命之座提升很平衛 一按四命提升辅助对能能力 六命是增伤 咱们说一下托马的装备推荐 武器推荐充能武器 因为托马的大招要80点原生能量 而且只能通过异技能铲球 大招是铲不了球的 所以说非常的缺充能 而且它的盾值是要靠大招叠的 如果大招跟不上 那你辛辛苦苦叠的盾万一没有了 就要从头来过了 武器推荐 倒光 鱼叉 四座 西风 薄荷 石温质 注意西风的buff后台是触发不了的 所以如果托马带西风 托马在场触发暴击才可以 圣一屋推荐爱千言加爱绝缘 或者是四东四 想要对哪就选前者 想要辅助中伤就选后者 杀漏位置 如果你是0命 那么不用犹豫 直接带充能杀漏 充能对到200万以上 如果你是爱的命 而且圣一屋也有爱绝缘 武器也有充能 那么你可以带生命值 如果你是4命 武器也4充能的话 杀漏直接带生命值即可 杯子和头都带生命值 附属性优选充能 其次生命值百分比 如果你带是西风呢 那么还要搞点暴击率的富士条 天赋EQ对点 好下面我看一下托马的配对野和手法 首先来说一下大家关心的弧行钟 把钟离换成托马 有些同学说 托马是钟离的下位替代 有钟离还是带钟离 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 就顿眼而言 确实是下位替的 但是托马有着钟离 提供不了的护台挂货 可以让砂糖航温液很方便的 进行双破散 首先我们正常操作 可以看到在胡桃一人一的输出里 托马大招的火会抢一到三次的真花 但是我们把砂糖加进去 就可以矿碳风减风炕 还可以全队加精通 大大提高的整体的输出上限 下面说一下输出手法 最近比较流行的利用行秋的第三次箭雨 触发两次水附着来经营双矿炭 很多粉丝反应太复杂 我觉得确实有些繁琐了 毕竟怪也不是站着不动的 这一套从刚开始打到切出胡桃 都已经8秒过去了 要是等行秋和托马吃完球 少说也得9秒 而且行秋还必须是满命 那么经过我不断的研究 现在从起手到砂糖霜擴散结束 只需要3秒 手法非常非常的简单 全程也不用远离怪 行秋的灵命就行 也不用带记理箭 那就是行秋开大 托马开大 砂糖AE 切胡桃A一下 然后KE重击 好我们一步一步的讲解一下 行秋开大 此时雨连剑给怪附着了弱水 然后托马的Q强火消除了弱水 此时怪身上没有元素了 然后砂糖A扩散了火 然后剑雨把砂糖没有扩散干净的火 也消除了 之后雨连剑再次给怪挂水 砂糖E成功的困它了水 之后切胡桃A一下 为的就是让托马的火附着提前释放出来 这样就不会影响之后胡桃重击的生花了 经过很多次测试 胡桃硬人E打10次重击的话 用这种手法一般只会抢2次生花 好那有聪明同学要问了 怪身上没有元素了 砂糖品A为什么还可以困弹到火 没错问到点得上了 因为有一个不容易发现的东西 我也是在经过很多不同的手法 一针一针的去看才发现了 因为虽然看似砂糖的品A是瞬间给怪伤害 但是托马了大招的火 是要比砂糖品A先打到怪的 其实游戏里有很多技能 看似是慢慢扩大距离 其实那只是个特效 其实都是在它技能的范围内的怪 同时造成伤害 那么知道这点后呢 就有了上面的输出手法 我们根本就不用那么麻烦 就可以无脑双花碳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练度高的队伍 用了这张手法的伤害呢 可以看出来的伤害是非常高的 毕竟减了火炕加了精通 如果你想要砂糖的大招染成水的 那么也是可以的 考虑到砂糖的风也很小 稍微偏离一点就染不上元素了 所以我们行秋托马放完大招之后呢 后退一步前砂糖AQE 然后再迅速靠近怪 这样呢之前的争议都有 而且大招也染成了水 可以看到之后 胡桃的重击全部都有震发 如果你带着剩万叶 那么行秋就必须满命了 手法就是行秋QAEAE 托马QE 万叶A 然后点按E 切胡桃几个 有同学担心这样行秋吃不到第二次E的球 不用担心大家看 无论你千人手术多快 行秋都是可以吃到一能的球的 为什么手法这么麻烦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行秋的剑羽235 五把剑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前摇时间的 此时怪身上有火 万叶是有时间起飞扩火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满命 二三把剑 它射出去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没等你万叶起飞 怪身上的火就被这个剑羽给吃掉了 如果你行秋没满命 那么也可以 但是千人比要麻烦 托马挂火 万叶易扩散 行秋一颗暗连 万叶大招扩水 再切下胡桃输出几个 当然你想让万叶大招染成水也是可以的 尤其是暗鸣 万叶开大 可以给队友加爱北精通 只需要在这个流程之后呢 万叶再开一大就行了 带万叶的话呢 名卡很高 行秋要满命 祭礼界呢 也要满金才好 不然很难经营双矿散 而且其实如果你胡桃精通不高 带砂糖是有比带万叶杂还高的 好 托马辅助胡桃呢 到这里就讲完了 不明白的同学可以回看一下 如果你还是觉得麻烦 那么你光矿炭火就行 还有一个是辅助萧的队伍 如果你没有钟离呢 或者钟离去另一个队伍 那么用托马的盾辅助萧 双火加盾加六命 对萧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但是想要跌顿的话呢 萧在每次起飞之前都要A一下 这样才可以跌顿 对手法要求是很高的 稍不注意呢 萧就会损失两到三次这个下落伤害 其他的纯火队什么呢 就不做过多赘述了 那么钟上所述呢 托马的实用性还是很高的 养成成本也很低 而且 记得关注再走哦